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针对你750亿美元的一个产品商品 我要课关税 川普说500亿美元 中国商品 所以不管如何 现在虽然还没有实施 还是流于口水战 因为还没有正式实施 但基本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对打行为 所以这种对打行为 当然影响到国际股市 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 然后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两个大国在打仗 不管你用什么贸易战 对其他的国家来讲 那个影响就非常大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个关键点 亚洲股市全部都中错 原因就在于资金汇出去 就是大家会担心 一般的之前的汇出 是因为美元指数涨高 就美元的资产 大家留会美元资产 最近就是这两天 礼拜一礼拜二 基本上就是贸易大战 产生了一些部分的资金的移出 所以当部分资金在移出之后 那当然全职股就受到压力 包含了金融股 包含了电子全职股 今天都中错 所以今天大盘才会跌掉183点 原因在这边 台币贬值代表的是外资会出 所以你看台币的部分 已经贬破了 我们看一下台币 台币的部分 已经今天跌了0.5个百分点 0.58个百分点 已经跌破了30美元 30 1比30的概念 所以现在台币已经稳稳的在30以上 这原因就是资金的汇出 因为资金的移出 中国当然受影响 所以人民币也跟得贬 然后你看路股就知道 影响一定很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路股 大陆股市 看一下大陆股市 基本上我看一下 上阵中和有没有 跌幅多少 3.7%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上阵的部分 那么基本上的跌幅 深圳的部分跌更多 跌了5.3%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贸易战出来之后 当然主要碰到的国家 当然它受影响是最大 可是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好像看起来比较淡定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开低有了 受到这个影响 但尾盘拉高 但路股今天表现就不是那么强 纳斯达克指数甚至翻回平盘上 好 不管如何 现阶段的状况就是 美国打中国 但美国打中国的情况之下 别忘了一件事情 美国的晶片的一个大厂 那么基本上都在跳脚 为什么跳脚 因为很多IC设计厂 它只是交给中国去代工 然后产品还要回到美国身上 如果这样子来打的话 美国去打中国这一部分的话 对于原先在美国国家的这些晶片大厂 它变成自己打自己 就自己打自己 所以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 虽然我认为流域口水战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看起来川普的一个力量是 我觉得他的主导性很强 他就是要这么做 所以就产生现在这个影响 那当然全球股市就陪仗 跟他陪仗 好 台股的部分 当然有强有弱 那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逻辑 就是强的部分在哪里 弱的部分在哪里 将来会怎么去判断 我想这是关键 第一个我们先从大盘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今天跌破月线 直接开低跌破月线 然后收最低 有没有 那这条线叫季线 季线的位置不要跌破了 10879我们希望它不要跌破 因为毕竟如果连季线都跌破 好不容易我们站上生命线 那生命线有跌破 当然对多头来讲 那个影响会非常大 那台股的部分今天我刚才谈到 因为亚股在昨天就跌了 所以今天的跌幅看起来 就没有台股来的强 亚洲股市你看这个首尔的部分 今天跌幅1.5% 跟我们差不多 我们跌了1.65% 所以相对来讲 首尔已经连跌两天了 台股是今天来下跌 好不管如何 盘面的结构有几个重点 大家去抓一下 第一个重点就是 风电股很强 你们看到9958的四季刚拉到涨厉满 这风力发电的股票 然后包含了2013的中刚购拉到涨厉满 好但是风力发电的龙头是谁 3708的上尾头嘛 上尾头却从涨停板杀回来 这个地方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龙头做风力叶片的这个上尾头 基本上还是受费最大的嘛 那如果他的股价是这样走 那我想后面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好像我们讲说 挖矿的龙头是谁 汉逊嘛 那风力发电龙头叫上尾头 被动元件龙头叫什么 国具啊 就是你要了解到那个国 相对来讲 他们的一个指标股的动向 就好像今天的一个被动元件来看 是二线的被动元件比较强 铝制电容的部分要涨价8%到20% 所以铝制电容的股票在今天表现比较强 就2375的质保直接跳空涨明白 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你现在不管他公布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为什么因为他有涨价的题材 所以变成他单月的获利很高 可以拉得很高 0.8好多个单月获利涨得很高 这就好像你任何的产品 如果开始产生涨价的效应的话 通常他的获利会跟着拉上来 所以之前在涨什么 之前在涨MLCC嘛 就涨国具 涨华星科涨合生堂 可今天的国具啥都会跌停 一线的龙头厂出现了压缩的结构 除非他再重新转强 否则一般来讲二线的被动元件会被压缩了 虽然你个别的部分会因为你公布了财报 但那只是短期 我再强调一次 被动元件里面涨最凶的 就涨价最凶的 是MLCC就是国具 涨第二名的叫晶片电阻 晶片电阻的龙头我们就抓他啦 今天的奇迹性一样是大跌的嘛 第三个部分才叫铝资电容 所以一般来讲铝资电容的涨价是比较落后 它的涨幅比较小 至少今天的消息是这样 就是铝资电容有涨价的效益 所以造成了质保往上走 所以变成一线的MLCC的股票在跌 一线的晶片电阻股票在跌 但是就变成铝资电容在往上涨 这个就怪怪的 不管如何 我还是强调一点 我这个地方的结构就是 因为铝资电容做了第二波的涨价 所以涨价效应出来之后 会反映在股价的一个涨升上面 但是因为一线的股票 已经没有办法反映利多的题材 因为MLCC并没有跌价 可是国具就从1200多块 将近1300有没有 这个位置大概在哪里 我看一下 1255 从1255已经跌到1035 跌掉200块大概跌幅两成 所以相对来讲 国具已经跌了两成下来 那变成其他股票要往上走 可能会受到压抑 好不好 所以我在这边强调一点 我其实我觉得 费动营键休息是好事 我一直认为它休息是好事 因为毕竟它累积了很大的一个涨幅 那累积了很大的涨幅之后 大概获利的还蛮多的 那你只要修正的话 那让获利的换手再走的话 将来休息之后 MLCC再涨价再往上拉 那个力量会更强 这个国具就可以站稳在1000块之上 但现阶段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变成你用二线的来推也行 但是二线的就必须你一线的要稳住 如果一线的国具没有稳住的话 那二线的股票即使有利多 因为一线的被动元件 包括国具包括华星科 它都已经不太反映它的利多了 其他的股票要反映的话 可能效应上就没那么大好不好 所以我认为国具的部分 现在的被动元件基本上 它其实产业没有任何的杂音 就算春田制作所要扩产MLCC 其实也是扩产车用的 并不是扩产0402这个规格 相对来讲的话你就会知道 其实真正在被动元件的部分来看的话 似乎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杂音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东西 捷律打了跌停 我的捷律打了跌停 那为什么跟各位谈这个东西 就是莫斯菲的部分 我觉得它涨价的效应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就是你根本都还没看到它涨价 好那所以我之前跟各位谈过 我当时在买莫斯菲的时候 我买捷律的时候 我买它是未来会有涨价的题材 有没有 所以我当时4月下旬进去买 那后来打了一个月的底部之后冲上来 那冲上来之后我成本在100块以下 那现在的一个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涨到了170块左右 其实都没有听到任何涨价的消息 有一天爆章媒体提了一下可能会涨价 但是有没有真正的公告去涨价 并没有 那未来涨价的话 我觉得大概就是5% 跟二集体的状况一样了 5%到10% 就是涨价空间没那么大 所以你追太高的 我一直强调不要追太高 虽然我有 那我也调了一半 我剩下一半就是涉停力 那重点就在于我认为它有点超涨 好那我说的不算数好吧 市场说的算数 但是相对来讲有会员在问 老师那杰利拉回来可不可以买 我的建议是不要 宁可拉回来买矽晶元 好那现在矽晶元的部分 可能市场扎音蛮多的 有人会说矽晶元的股价 你看那个台胜科的母公司 SENCO的股价在重挫 对没有错 好这股价压回来 就创了半年来的新低 有了有这个事情 如果说创了半年来新低 那台胜科就不会涨 我认为不是这个理由 今天台胜科是重挫的 但是我认为不是这个理由 不是说SENCO的股价没涨 这个台胜科就不会涨 那照这个逻辑 那所有的股价就要看你台胜科的眼色 所有戏剧要看你台胜科的眼色 不是这样 不然你去抓第四名的 叫做世创 德国的世创 他的股价就没有拉回 那你为什么要直接看这个第二名的 SENCO是第二大了 那第一大叫做信悦 第三大是环球金 那第四大的叫世创 德国的世创 德国世创的股价是并没有压回的 他的股价冲上去之后没有压回来 那台胜科的部分 母公司SENCO是压回来 好所以我在这边把整个焦点拉回来 跟各位分享 就是莫斯菲我觉得它的涨价效应 不会比较像被动元件这样 被动元件是从MLCC涨到晶片电阻 涨到什么铝支电容 但是莫斯菲目前真的 我还没有看到涨价的 我没有看到哪一家公司宣告他涨价了 国际大厂在涨价 但台厂的部分似乎并没有什么大涨价 那将来涨价就看他涨价的幅度 如果杰利的今年下半年进入旺季 所以杰利的部分 如果他的涨价跟客户谈的涨价幅度 如果小于5%的话我会全部出掉 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概念 我现在出了一半那我会被全部出掉 是看你涨价的幅度有多大 因为你股价已经反映上来 你反映到170了 你从100已经反映到170了 这已经反映上来 另外一个部分 细经元的部分有杂音 有杂音基本上就是 现在我们得到的一个状况就是 你如果要新色产能 对新经元而言要新色产能 那16个月以后再说 就你的产能16个月以后开出来 但是现在有个方式就是大家在用 去瓶颈的方式在扩产 有这个地方有原来的产能 像环球精致也在去瓶颈的扩产 有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像说新色产能的部分 像盛高我举例盛高 盛高去年8月份就 SENCO就新色产能 但是它的产能什么时候开出来 去年8月份去做扩产的动作 比如说明年的1月份 最快明年1月份上半年 或者明年第一季 它的新产能才会出来 你就会知道今年是没有问题的 今年没有什么新增的产能 如果以扩增 就是去瓶颈的方式扩产 就不是真正拿设备进来 再重新盖厂 不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会比较快 这个快的部分也是陆陆续续 没那么快 所以大家研判就是 可能到今年底的时候 这一部分的扩产的产能会出来 所以现在的供需缺口缩小 从原先的12.5%降到了4% 所以相对来讲 我的矽金元的股票就在往下跌 那原因在这边 我觉得它的主要原因在这边 并不是盛高的股价往下跌 基本上是这样往下跌 但这个地方注意件事情 它的去瓶颈的扩产 就是从原先的供需缺口 从12.5%缩小到4% 也不是一下就到位 它是慢慢的 慢慢慢慢到位 所以它影响到哪里 这一部分的去瓶颈的产能 会影响到明年的下半年 今年的获利是不影响的 好 但是大家一看到这个消息 因为听到这个消息会害怕 所以股价会先压回 很正常很正常 好 第一个 就算你去瓶颈的扩产 还是有供给缺口 代表什么 需求大于供给 至少当你完成之后至少有4% 就是明年到明年下半年 至少供给缺口会有4% 这一部分还不包含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中国大陆的12寸厂产能开出来 我强调过现在的细节没有涨价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的12寸厂 它的产能有点落后 那个进度有点落后 落后两到三个月 那等它产能开出来之后 那个需求就回来了 好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到这个概念 所以相对来讲 最近的走势比较弱的 像比较强的叫加金 然后它是在8吋以下 8吋6吋 那一部分今年的涨价还蛮大的 现在的12寸是因为卡在了 中国大陆的一个新产能 这个新的一个晶圆厂没有开出来 所以它的需求没有那么旺 但是它不会叠价 我刚才谈到不会叠价 所谓不会叠价就是 就是就算你用去瓶颈的方式扩产 大概增加的一个部分 还是不足需求嘛 所以至少你的供给缺口会有4% 而且至少明年上半年 下半年之后才会影响 所以今年的获利大家不影响 不影响的话 大概台生科今年我们原先雇赚6块 应该会达到 甚至有机会达到7块 好 环球金的部分 今年可能会赚到30块 至少自不计25块 好 因为它第一季赚6块多 你不叠价的话 你持平大概25块是OK的 如果25块是最保守的话 环球金的股价目前的来到500块 那基本上就有点委屈了 对吧 就是它如果是30块的话 其实它的北比降到哪里 好 应该是回到30块 因为今年下半年中国大陆 那个12寸的这个晶圆场 不可能 它已经做了 已经在做了嘛 你不可能不去完工它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完工之后 你不可能放在那边养蚊子嘛 所以你一定会去做需求的动作 所以今年的环球金我觉得 还是应该以30块为主 如果以今年的获利30块为主环球金的话 那现在真的本益比已经修正 已经跌到了大概17倍左右 好 有人用胜高的本益比来跟我谈 可以 胜高本益比大概在16倍 为什么它昨天这两天有点下杀的动作 日本在地震是吧 那个影响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说 升货的股价掉下来 所以掉下来就掉下来嘛 但是我强调一个关键点 真正在操作股票的过程当中 这种影响都很短期 好 那 至少我们知道将来在12寸 中国大陆的12寸厂开出来之后 对于需求 细节源需求还是非常旺 那12寸厂只有两家嘛 一个叫环球金 一个叫台胜科 所以我为什么会出掉 合金的原因在这边 因为我觉得8寸的部分 该反应的已经反应完了 那12寸的才是未来整个 矽晶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决战点 那这一部分 我们就留待给市场去做反应 那目前它股价已经经过修正 那剩下就是我们把它做沉淀 很多人会担心说 那股价修正回来也不会涨回去 我用一个股票为例 我记得在去年底的时候 去年11月下旬的时候 我买进了MLCC三雄 我买了国具买了华星科买了合生堂 那到了年初的时候 我把三支都卖掉 当时我卖国具是卖了350 就他给我冲到400 再从400跌回300 然后华星科的部分 我卖在116 他最高冲了129忘记了 我卖在116我涉亭力 就华星科跌回这一次 我在883月1号再买 好就是3月1号88再买 好我就用华星科为例 我当时116把华星科卖掉 我第一批买的时候是78 116把它卖掉 卖完之后 它股价有没有修正回来到88 有也修正回来 然后修正回来之后 它其实达到更低 我在88再把它接回来 那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说未来产业是有前景的 那华星科在修正回来之后 可不可以卖 对吗 今天华星科就算中错 也有将近400块 所以重点是在产业趋势 对吧 我目前华星科的部分 只剩下一些它是零成本 我目前是保留零成本的一个持股 你会想一件事情 当初我后悔的是什么 我后悔的是国际打到300 我没有接回来 然后和珅堂打到91块 我没有接回来 因为我想说华星科比较好 所以买了88块的华星科 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结构 就要来思考一个逻辑 如果产业的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股价会因为短期间的波动而压回吗 所以华星科可以从116修正回来到80几块 然后88块再继续买 好 我问各位 矽晶圆现在修正回来之后 将来如果说跟MLCC一样 还有涨价的题材 那矽晶会不会涨回去 我相信有很多人听懂我在讲什么 但不管如何 现在新晶圆才是我的重心 被动元件毕竟它已经涨高了 我总不可能带会员 在400块再去买华星科 那我的成本在88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部分 就是要把怎么看好细晶圆 它未来的前景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等它亮的一个沉淀 沉淀之后 我们再找机会去做加码就可以了 那这一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今天收看 年同时间再见 拜拜